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就是一位常常生气发疯的人 什么人来看他的照片 这位就是今天的最佳男主角 李清仁师兄 过去二十多年前 在公园院上班时候的照片 你知道吗 从小到大 他可说是亦凡丰顺 建宗毕业之后念教大 教大毕业之后过減水 到密西根大学 美国研究所 出社会之后不断地打拼 座上的高阶主管 但是他不仅言以律己 他还用同样的标准 对待每一位部署 他曾经在一场会议上 当场开除了一位同仁 请他卷步快走路 马仔卖来上班 我现在讲得很大声 当时的他比我现在还凶 当时的他你知道吗 高处不生寒 越来越孤单 仿佛快没朋友了 你知道他如何变成这副模样 脆笑蜡笑 用温言暖语跟大家广结善缘呢 不可思议哦 今天带大家到桃园 来认识李清仁师兄转变的故事 这一天日本艾芝学权大学的学生 正好来到桃园庆寺堂参访 身为桃园辞聚外语队窗口的李清仁 即使不会日文还是带着笑容 亲切地招呼这群远方来访的贵宾 这一头来自美国的海外志工 也来到金斯堂参访 李清仁匆忙地在现场来回穿梭 总有忙不完的事等着他 过去的李清仁因为在公司担任高阶主管 作风强势 1995年加入资计之后 才在参与志工的过程里 慢慢改掉习气 学会调和自己的声色 好 感恩 感恩 你分成两队还是几队 两队 两队 OK 好 可以可以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东班西班 就分成中间有个走道嘛 就分成两队 平均的站在三个走道 然后我们重点就是鼓励他们而已 鼓励他们讲出来 We are going to the lecture room 啊 啊 OK 你们还有谁要带麦克风的 还有谁要带麦克风的 Joanne要不要带麦克风 所以呢 你允许就可以 不当台上最耀眼的焦点 李清仁和太太林月香 隐身在人群中 做个成就团体的幕后英雄 十年的经验累积 她知道谁能扮演最称职的角色 总能让每个人都有发挥良能的机会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OK 谢谢你 真诚 非常棒 太棒了 大家给大家带麦克风 当初那个静思雨的部分 其实我原本以为 只是就是我协助就好了 我没有想说要上台 去当主讲老师 因为我说主讲老师那真的是 我想说我腿都软了吧 对 但是他就一直很鼓励说 你可以的 然后这样子 所以我就 这次我教是第二次教 因为他们很活泼 很轻松的用静思雨英文上去带孩子 那孩子也在上这一堂 上每次都很期望上 期待上这一堂课 大家也上得很快乐 谢谢 太任劲 大家也很激烈哦 这么紧张的时候 大家都会跟他们一起 一开始听到静思雨教学 这个感觉会蛮死气沉沉的那种感觉 对 可是老师进来 他们那种热情 还有活泼 还蛮让人感到有趣的 好 赶快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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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第三个 来 第三个 第三个 小朋友第三个 来 他不管做任何什么事情 只要我们邀请他 你只要我们邀请他 我跟你讲 他答应你的以后 我跟你讲 他一定是全力以赴的 身事 没错 OK 其实这个很紧张啊 各位 OK 这种感觉是指身事 现在的李清仁 走在最前做到最后 领导特质不变 脸上却多了温暖的笑容 现在的他 懂得回馈也学会感恩 他期许自己 活到老做到老 让往后的每一天 活得更精彩 其实啊 付出最大收获的 还是自己 我想亲仁师兄 感受一定很深啊 今天欢迎您来哦 感恩您 感恩 感恩 除了李师兄来之外 他家的夫人 我们的林月香师姐也来了 感恩 感恩 您是这个 高中的英文老师退休 谢谢 再来是我们外语队 您的好伙伴 我们外语队的 副窗口 来自桃园的廖文浩师兄 主持人好 感恩啊 好 三人行必有我师 您生梦就一位老师 而您这辈子最大的名师 应该就是正言法师 是 我刚才开场这样子演 老实说 我自己演得蛮胆战心惊的 很怕把你演得太过头了 不会啊 你已经真的这次了 真的是很凶 在公司 在公司也非常凶案 您的凶的原因是怎么样 要求好啊 因为在公司里面 你要求的就是要有绩效 就是要有成果 那你如何达到绩效达到成果 时间又有限定 那你不得不要求 不得不很认真的去执行 所以当你看到问题 马上要处理 马上要解决 不能让他拖 拖了就会衍生各种问题 效率派的对不对 见级旅级的对不对 所以我进慈祭就很不习惯 进慈祭前面那几年 都觉得慈祭人做事怎么这样 没有效率 根本不谈效率 慈祭人做事无所谓 就是那时候我的心得 我的感受是这样 你后来发觉 你误会人家了吗 后来我曾经建议过两三次 都没效 我就不讲话了 然后我就跟着大家一样 不是这个 或稀尼哦 不是或稀尼 但是我就不讲话了 但是我对自己要求还是一样 其实退了一步之后 再想一想啊 广结善缘的方法很多 一种就是像你这样子 先等待时机 既然我们说了 就像少人说嘛 有缘的人啊 讲一句大家都服从啊 没缘的人说千百岐也没效嘛 是的 就像你今天跟文浩师兄互动啊 你们在外语队互动很久啊 如果照你过去的脾系个性啊 我想文浩师兄 早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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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了 其实他这样待人的态度已经有软化了 但是有时候在对事不对人的状况 很多人可能无心的感受到 啊我好像被伤害了 他这样已经懂得怎么补救了是不是 对 就很明显的 比如说我们在供修的时候啊 那有些师兄师姐 他们会准备自己的材料 或是上台用英文 或者是其他的语文 当然英文我们是主要的 用英文来表达我们的课程内容的时候 那一旦发生错误就像刚才讲的 他马上就会指证人家 当场 对 当场就指证 如今还是如此 还是一样 对 那我看到的不一样就是说 他会后会再跟对方讲说 我并不是为了要让你当场难看 因为很明显的就是说 假设这错误没有被纠正的话 很有可能其他人听进去了 就以为他是正确 哦 或许下一次您在当场纠正的时候 用的语气啊 用的方式可以更 比较委婉一点 来 来 我们一起来学习啦 感恩啊 感恩 因为学无止境嘛 很多人都是进来持继才不会学到会了 是的 但是您对太太的真情真意啊 我就要来表达一下啦 跟大家报告 师兄这个建宗毕业 教大毕业之后啊 结了婚之后 他才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读研究所 那个时候孩子还没满周税嘛 九个月 九个月 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人书信完返啦 我都一张一张听给大家看啦 看着办英文的就知道啦 USA啊 两套哦 我寄给你 你寄给我 我只要念其中一封信就好了 各位观众 这是师兄写给太太了 亲爱的太太 昨天接到您的第101封来信 两个人的感情是这样子哦 隔山隔海不隔情哦 更重要的是进来持继之后 他们把这样的小情小爱 扩大了 他们去爱别人家的小孩 让更多人感受到持继人的温暖跟祝福 请看 苏儿 苏儿啊 runners 没时间 न 您是吗 松本 millimeter 来帮你们拯救 В Α 我们今天呢 来了一个新 所以呢 您来一个新生 您把 您购买 你是叫做David's 他英文也不错哦 carro 从2009年开始 每个月有两个礼拜天的早上 在桃园青司堂 会针对自己感慕的小孩 举办新牙英文客服教学 李清仁和太太林月香 一起耕耘新牙英文客服 已经是第五年了 两千年从桃园武林高中退休的林月香 在这边主要帮助学习力较强的同学 辅导文法巨型 而同修李清仁则担任随时补位的角色 中国字那个字也可以用这个字 我们说 I don't know those two Chinese characters 我不认识那两个中文字 他不用Chinese words 他用Chinese character 我怎么我是李贼啊我的 好啦 你不要问你 已经有代数的举手 七五一是负责指导国中客服班的 英文客服老师 五年前他也曾经是这里受注的客服学生 教导过他的林月香说 能看到孩子离开之后 带着回客的心 回来指导这些有需要的孩子 他真的很欣慰 这个字念Romantic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Romantic 对就是很浪漫的 就造反Romantic 好 I like Romantic 然后每次看到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必须要让自己就是更加的独立坚强 才可以回来就是变成手心向下 就像老师们帮助我一样 然后我再帮助他们 所以就会想很多 看到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要注意的就是背单字 除了单字之外是不是很注重文法 1968年 五千人因为十二指肠严重溃疡 胃不但被切除了三分之二 开刀书写时 还不慎感染了C型肝炎 导致他只要太劳累 身体就会出状况 太太林月香总会细心地调理饮食 希望另一半健康 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很配合的病人 医生说怎么样他就怎么样 那以前他的淀粉类都是那个什么五股饭 现在医生说叫他尽量少吃了 因为他胃发炎 我下个礼拜一要回去门诊 但是我想体重大概重不起来 他以前吃我都是两倍多三倍多 结果他越来越瘦 我三颗酵素 吃完豆腐通常会先吃两颗酵素 吃一颗帮助排气的 他就是他大概很早就在面对说 怕假如万一怎么样 他那天还跟了儿子讲说 早就不怕 就是很奇怪 他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同事我同事有在问说 你先生最近怎么样 我都跟他们讲那个台语 我说 病病死一世 就是说每天都生病 可是他就是每天都这样子 在过日子 女亲人在家里是个说一不二的大男人 加入自己之后 对另一半的付出 开始懂得感恩与尊重 也学会和自己的病痛和平相处 这条菩萨道 他们会相惜相守 一起并肩走下去 真的感恩啊 有这样的闲内处好太太 一路相伴 真的 即使你还没嫁娜之前 她身体就不好了 因为她小时候家境就不好嘛 所以或许乱吃东西 或许种种的原因 身体没照顾好 后来大一就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啊 你看在一个 很多人 想往着未来 开始在画人生的蓝图的时候 你却招佛龙这样的大病 有没有让你的人生观彻底改变呢 那时候是没有的 没有 那时候觉得应该还很有机会 好险当时有这样的动力 你到什么时候发觉说自己真的身体不行啊 我大概到中科院的时候就比较严重 到公园院的时候也是蛮严重的 过来越来越严重 可是刚刚我跟她结婚的时候 我不晓得她身体不好 其实早期我们也不晓得 我也不晓得我有西型肝炎 哦 你不知道那个手术让你输到了这样的血 不晓得 过了很多年才知道的 OK OK 人生八苦病痛最苦 我晓得你感受特别深啊 没有错 你今天还带着药来上节目嘛 每天都是阿安石服药 吃完饭就要吃药 也顺便问一下老师啦 您教书教了将近快四十年 春风化也这么多 但是在上人的开示里面 你竟然发觉原来佛法这么生活化 尤其你对这个观世音菩萨是有您的喜好 其实我反而是在退了修之后 比较有时间接触到实际 嗯 嗯 我觉得那里面的话 其实不像是宗教的语言 哪些话 因为它根本就是生活上的语言 比如说 嗯 好 生气是利用别人的缺点来惩罚自己 哦 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哦 对 所以我们不要 对 生气 还有上人说 教别人的小孩子要用妈妈的爱心 是不是 对 然后教自己的孩子是要用自话 菩萨的心 对 所以一直到后来其实学生都会觉得说 这个是妈妈老师 嗯 因为年纪 我想说对啊我年纪大了本来就像个妈妈一样 对啊 好说到这个亲子关系啊 过去师兄真的对这个家庭很认真付出 所以孩子对爸爸的评语就是 爸爸回家了洗澡看报纸睡觉 亲子的互动其实并不多 趁今天这个机会 你有话要对你的两个宝贝儿子说 尤其是小儿子 我曾经跟他道歉过两次 那我也尽量不再去责备或者是说重话 其实最近这一两年我几乎没有对他讲过什么话 几乎啦 我也期待说有一天他愿意听我讲话 嗯 我也期待我们真的能够像父子一样的亲 好 这个好的人际关系啊 自己永远只能掌握百分之五十 感觉师兄是这么的诚恳 这么的发怒尚伟 也希望啊您家的公子啊 有缘听到的话 我以一个算哥哥的角色 也希望啊给爸爸一次机会吧 让你们的家庭更和乐 感恩了 今天当然听不到您家小孩的声音 不过有一位 你们把他当做小孩的姑娘啊 有话要对你们两个说哦 我们来听听看 真的就是想跟岳翔老师说 说谢谢您 就是让我有这个机会在寒暑家 或是我自己有另外疑问的时候 到老师家里 就是帮我另外克服 真的就是老师另外发心说 你有其他的疑问可以来 而且老师真的是 几乎每一次 我现在来克服也一样 老师都会给我一些杂志啊 以前也有给过我一些行事 我觉得这些最实用的东西 都能看出老师对我的用心 那另外李世博也就是很谢谢你 虽然李世博没有就是教过我 但是我觉得李世博 您对我的用心也一样显而易见 因为师博每一次看到我的时候 都会自己来关心我 明明师博就是师长 应该是我亲自去关心师博 可是师博是每次都很热心很热情的 来问说 秋一最近家里过得怎么样啊 然后妈妈最近好吗 然后课业呢 然后我那个时候升大学的时候 你们也是就是 不管是老师还是师博 你们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 你以后走什么路比较好啊 这样子 那真的很谢谢师博 然后也很感谢您 就是不止一次的告诉我说 如果你有需要 就真的尽管开口 师博会尽我的能力来帮助你 这点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 那希望悦香老师跟李世博 都可以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然后也希望你们 可以散播更多爱的种子 在这些新芽的学子们身上 在他们身上萌芽 对 那真的就是感谢你们 谢谢 我们的希望在下一代 下一代希望在教育 我想两位仿佛是教育的园丁 在这么多的孩子身上撒爱 求医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 他从一个我们 关怀陪伴的角色 他现在也可以来当志工 对 这就是我们希望的嘛 他小数可以变大数 也可以如两位一样 接引更多人 对不对 你看他还是提醒两位 要注意身体的健康 感恩了 虽然你一辈子跟病为伍 不过真的还是要祝福你 王浩师兄就特别感受很深 这一两年来 这有时候会误会 你是不是在交代什么事情 来说话 这事情发生在去年 因为我们年初的时候 有一次在恰恰环保站上课的时候 那突然在课程结束之后 亲人师兄就把我们几位 外移队的干部就召集过来 那我们想说 可能就是交代我们的课程的事情 结果 突然他就是 也是比平常还凝重 那 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亲人师兄在那段时间 有一些症状 而且身体的状况 不是很好 除了之前他说 胰脏有阴影之外 那一年又发生的 不知名的初学 那也去住院过 那那天 那种情况呢 就跟大家通气发完之后 他就想说 他不知道能够做多久 啊 嘿 甚至他跟我交代说 William你要 帮我承担几外 对未来的这位 你现在是副总统 对我本来是副总统 但是他 我老实讲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时候怎么敢说不呢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就是真的 这样子情况 那次 让大家觉得说 有一种不舍 而且大家非常作恶 那 还好 这个菩萨保佑 然后 金人师兄 对对对对 这两年下来 我发现到说 不行 总干事还是要 金人师兄来承担 所以 外队的成员 真的外队成员 大家都很高兴 你的身体 虽然 没有办法 像还没有得病以前这样子 可是 看你一天一天好起来 大家都非常非常高兴 那 今年是持续外队二十周年 对 对 然后 也是我们才会持续外队成立十周年 十周年 我想 未来十年 你也不要想把帮子交给我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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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全十美更加的圆满了 大家看到你还是会有觉得 嗯 你师兄来了 我们就安心了 做到让人家安心 那就圆满了 感恩 感恩 这个不求事事如意 但是求精神毅力勇气 也希望师兄多承担 然后让自己的心情更轻松 好不好 老师你觉得呢 当然他今年还不错 还不错 他今年还不错 那就为他一起加油一起祝福 我很感恩我们家世界 他真的是承担了很多 我给他的压力 跟家庭气氛的这种困扰 他是一直以来都很 很帮忙我 然后很扶持我做慈祭 也 他实际上他几乎是很少埋怨的啦 但是他 他一有埋怨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难 很不好意思 对他很不好意思 那就从自己改变做起啦 对 好不好 大家手牵手心连心好不好 我看看你们手牵手的样子 来 您牵他 您牵他 OK 好 这个 不是一家人啦 不禁一家门 也再次的跟我们你家的公子啊 李先生 真情的呼唤 爸爸知道他亏待了你 希望你也给爸爸一次机会 祝福你们和福平安 好不好 感恩 感恩哦 感恩 感恩